蓝绿白的总统副总统人选 今天已经就定位 民进党由赖清德搭配前驻美代表萧美琴 国民党则在今天上午的中常会上 公布了副手名单 由中国董事长赵绍康搭配侯友宜 民众党则是由星光公主之称的 吴欣盈和柯文哲一起来拼2024的总统选战 就来看一下这三位副手分别有哪些不同 以及各自的优势又在哪里 首先先来看一下最早公布的赖清德副手萧美琴 他曾任驻美代表的时候 其实任内对台美关系的贡献非常多 也受到了许多台湾居民的高度肯定 纽约时报把萧美琴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大使之一 彭博则是在2021年的时候 刊出当年最值得关注的八位人物 其中萧美琴当时也是榜上有名 除了外交还有国际官备受肯定之外 萧美琴的独立女性形象同样是升职人心 他对中间选民还有年轻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也可以补足赖清德的不足 不仅可以承接英系的粉丝 在萧美琴当时到艰困选区花莲去选举的时候 他当时是辛苦耕耘了十几年 也表达说愿意为民进党来打拼 并且长期的蹲点在花莲默默的经营 他这一次辞任驻美代表的时候 回台的第一场骤势就是从花莲开始 因此也展现出他重情重义不忘本的心 同时他和赖清德两个人搭档也有互补的作用 因为安全感和稳重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赖清德给外界的正面形象 也是他的选战风格 但就是因为太有安全感太稳重了 反而激发不出来这个民进党选民的太多热情 因此萧美琴这一次和赖清德来搭配的话 正好可以补足赖清德阵营在这一块的不足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今天提出的副首人选 就是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还有政治金童之称其实早年是蓝营的明星战将 当时竞选台北市长落败之后 他就转战到了媒体圈 并且担任中广的董事长之外 他也同时主持了政论节目 影响力可以说是横跨广播电视还有网路 但是他还是拥有很高的声量 并且还是持续在政坛上面发挥他的影响力 加上他这个外审以及深蓝的形象 这一次担任侯友宜的副首 也被视为可以代表本土蓝的侯友宜 可以两个人一起来互补 并且可以巩固住蓝营的基本盘 2020年总统大选赵绍康看着国民党要输掉选战 隔天他就申请恢复国民党籍 并且发起组织战斗蓝 这一次2024的立委选战赵绍康同样也有发起这个战斗蓝 这是大量的招兵买马 甚至他当时还有意角逐2024的总统大位 展现出他这个人足以和国民党中央来抗衡的实力 并且他在日后2022年的地方选举中 他同样发挥他团结蓝军全力辅选的功能 那这个呢和这一次和侯友宜来搭配 也被这个国民党类一致的认为说他可以带来正面的效应 也对选情是一片的看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同样今天才公布的副手 柯文哲今天公布的副手就是 现任民众党籍的立委星光吴佳的大公主吴欣盈 吴欣盈这一次出现最了解呢主要就是要当柯文哲的副手 柯文哲考量有两个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性别以及世代平衡 加上吴欣盈他其实专业毕竟是星光出身的 他擅长财经等国际关系都可以和柯文哲做一个互补 所以他最终才会决定担任柯文哲的副手 那柯文哲向重吴欣盈的关键也跟着曝光了 转出是今年4月的时候 柯文哲宣布要代表民众党来参选总统之前 他展开了21天的访美行程 当时吴欣盈就陪同柯文哲一起去美国 在10月份的时候 柯文哲也是二度的展开美西之旅 当时吴欣盈就和柯文哲 并且代表参加华盛顿的台美国防工业会议 也是台湾唯一一位出席的立委 当时他的表现就替民众党建立了在美国的人脉 而这两次访美的行程 吴欣盈的表现都被党内认为还不错 如今他正式出现了 也希望可以借重他在金融以及国际领域的长才 和柯文哲相辅相成 另外先前公布和艺人赖佩霞搭档参选的郭台铭 在稍早的时候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他会退出这一次的总统选举 是说人退制不退 是希望这一次一定能选赢完成政党轮替 并且可以改变台湾 以上就是本节的推播内容